今早的AT個股推介建議大家留意銀河娛樂27和金沙中國1928 選選原因是賭客花費增加澳門1月的賭收遠超市場預期 由於房澳旅客質量齊升大動的賭收復甦足以消除市場對貴賓廳業務消失的擔憂 高城指出過去貴賓廳的收入佔整體大概35%至40% 而在這部分消失的情況下1月份的賭收仍然有超出市場預期的增長 意味著中場賭收已經恢復到疫情前的水平大概70%至80% 亦都是自2020年疫情爆發後價值最佳表現 高城認為由於市場對豪島股價預期正急劇轉變 要精準預測短期的股價並不是容易的事 但是就維持奉匯條吸納的投資建議 並且比出兩個支持觀點 第一參考海外復償經驗 澳門將會受惠受到疫情壓抑的需求釋放 旅遊業復甦會持續加快 第二豪島股目前的2024年預測企業價值倍數 平均大約10倍 交行業歷史周期的中值大約是13-14倍為低 考慮到他們預期中場賭收和行業EBITDA 會在2024年超越2019年的水平 現在的估值是吸引的 各股選擇方面 高盛首選銀河娛樂 和納入確訊買入名單的金沙中國 因為兩者最近都有新項目的開張或翻身 有交階能力去捕捉中場賭收的復甦 第二種精選港股是香港電訊6823 主要由於服務收入 有望受惠全球旅遊業復甦 另外美國加息周期接近尾聲 加上香港電訊業務經營現金流強勁 預料他們的派息增長動力不減 參考香港電訊估值變化紀錄 價格方面的收復已經完成 現在就是等待業績後 盈利預測上條所帶來的復收 隨著全球航空業在去年下半年逐步復償 尤其是原本堅持動態清零的中國 在第四季中後段加快復償的速度 令到市場預期香港電訊股的電訊服務收入復甦 摩根士丹尼相信 本港電訊股是重新開放概念股 認為香港和內地通關能夠推動 行業萬有收入的復服 由於業務盈利利潤率高 預料可以推動電訊商有顯著的營運槓桿 去年困擾香港電訊股價和業務前景 除了嚴格的防疫因素外 還有美國聯儲局在去年以急速的加息步伐 應對高通脹 令市場擔心香港電訊利息開支大增 不過香港電訊的淨負債 在2022和2023年的增幅仍然低 加上現有美國加息周期已接近尾聲 有助舒緩市場對香港電訊利息負擔的憂慮 毛根大通預計雖然香港電訊利息成本上升 但預料他們在2022至2024年 將會維持100%的經營 經調整自由現金流派息比率 以及大約2%的每股派息連複合增長率 繼續列香港電訊是最具防禦性的香港電訊公司 策略上不妨掛10.2才收窄 初步看券商平均目標價附近 大約12元左右的關口 這村9.2就適宜止虧了